在运约3000吨汽油的油船与一艘沙石料船在长江口登附发生碰撞 事故造成油船甲板起火 沙石料船沉没 油船14人 沙石料船3人 两船共17人遇险 事故发生后 交通救助船体 直升机 固定翼飞机等迅速赶赴现场 组织伤员救治 截至上午8点 现场搜救力量已救起3名落水人员 护救人员中有一名船员已送医救治 搜救仍在进行